另外玉立警分局打仗不手软 一位66岁的高姓妇人 她听信网络、高获利、稳赚不赔的诈骗话术 前往邮局要汇款100万元 邮局的行员发觉有意赶快联系玉立派出所到场拦阻 成功地保住妇人的百万老本 接获激紧的邮局行员通报诈骗案而到场的远景 耐心向准备汇款的高姓妇人说明解释 认清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 两个月之前高姓妇人在脸书点进投资网页 参加每日有奖争大活动 累计获利新台币6000元 尝到甜头的老妇人信以为真 于是诈骗集团再以高获利、稳赚不赔 诈骗妇人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来参加投资 并教导妇人套招 如遇警察或行员询问 就以购买家具为由来打发 远景听了GL头当场戳破诈骗手法 及时拦阻妇人造诈骗 该名妇女两个月前 在FB脸书上看到一则投资广告 并透过通讯软体LINE 与对方取得联系 并加入相关的投资寻除 并依指示在短期间内 迅速获利新台币6000元整 负一诈骗集团要求 指示欲加码新台币100万元投资金 并前往汇款 所幸邮局行员 坚决有益及同仁积极劝阻 保住该名妇女辛苦的积蓄 警方在此呼吁 假投资高货率都是长片的诈骗手法 民众若有一亿 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110寻求警方协助 经过远景以及邮局行员 苦口颇心劝说 高薪妇人才恍然大悟 远景即使拦阻诈骗 得以保住了高薪妇人的 百万元积蓄 让高薪妇人万分感激 也十分高兴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